于池乡木吉兰溪两旁都有农民在栽种农作物 但由于原先的取水道已经回损 导致农民取水不易 县议员王秋淑接获民众澄清后 会同相关单位前往会看 因为之前木吉兰溪侧边农民 有一直在反映说他们灌溉取水非常不便 那今天我们非常感谢议员还有水利会站长 然后一起跟县府这边来协助农民取水灌溉 然后之后看怎么样来做改善 然后在这边就是看农民有什么需求 然后议员跟县政府这边都会全力的配合 而目前因为原先的取水道回损 再加上原先设计要排杀的地方 也因为长期堆积杀石 导致农民取水不易 没水可用 因为木吉兰溪侧边他们其实长期有受到 他们会种植一些果树 还有种植角白笋这些的产业 所以他们在取水上往往就是如果说上游干了 他们下面就会取水上就不易 今天来看到我们共和船这个木吉兰溪 排水的部分 因为这就是排杀的地方 在这已经团得很高 所以我们农民要灌溪 会议员在会看后表示 目前相关单位将会协助改善取水以及排杀的问题 让农民有水可用 期望在会看后 相关单位能够紧速地改善 让农民有水可以灌溪 记者邱平易 与此相采访报道